民國96年7月9號,當年桃園縣桃園市中信里里內達同行道路 約有2000多位居民需要因此隨著門牌整編,進行身份證、換證等作業 仍然直到新門牌生效一個月後,只有8成的民眾完成相關工作 造成寄送郵件的困擾,里長呼籲里民趕緊早日登記更改 以免造成自己和親友的困擾 邓里里長表示,為了方便桃園市整體交通規劃 中信里德華街延伸到國際路二段111項80弄的道路 在民國95年4月份正式打通到溫中路337項 並且投音更名為德華街 附近的巷道也隨之進行門牌整編 粗估影響8個0、300戶共2000多位居民 必須隨著門牌整編而進行身份證、換證等作業 然而新門牌從民國96年6月18號起開始生效 確認有人遲遲未更改,讓郵才送信時 還得當其偵探負責巡人,也造成里長困擾 因此他呼籲李明雖然這些登記更改作業相當反覆 不過為了方便自己收件 同時也預防個人資料外洩的盈慾 仍要盡速前往護震機關和銀行 完成各項證件的資料更改 進入總統報道